印吉茶近代发展历程,按年代划分,一般分为好吉茶、印吉茶和妻子比茶三个时期。 好吉茶一般是指清末到解放初期,私人商好出品的普洱茶。 而印吉茶则问世于上世纪四十年代,新盛于上世纪五十、六十年代。 印吉茶称谓并不是茶瓶本来的女生。 因其包装纸上印有不同颜色的茶字, 为便于区别,茶人们根据茶字的颜色不同,自发为其命名, 比如红印、蓝印和黄印等。 而红印目前已成为印吉茶中公认的印吉桥主, 可见其在当年,无论是茶青品质、制作工艺或拼配水平均属上乘之作。 人生如茶,人们在茶的回甘韵味中品入生意, 在茶的淡然沉浸中讨也信灵。 时至今天,红印已成为老一代普尔茶人, 祈祷吉祥的开端、时间的醍醐, 是光阴对细节的耐心雕琢, 化成了茶友们心中的美好回忆, 更是一代又一代普尔茶人的精神旗帜和追寻。